守望箱驻队过去都是用传统巡逻箱巡迁 不过如果遇到下一天 紫本就容易弄湿糊掉 如果是巡迁箱设在暗处 光线不佳也相当不方便 为此太平区新高里的守望箱驻队 就设置了电子巡逻箱 只要用感应棒感应电子巡逻箱 就能够完成巡迁 也能够在电脑上检视漏迁的地点 不仅节省时间也更有效率 将感应棒对准电子巡逻箱 感应棒上的绿灯亮起并震动 简单的动作就完成巡迁任务 不像以往传统的巡逻箱 还必须拿着纸笔签名 新高里守望箱驻队去年成立时 决定在全里43个巡逻站 使用电子巡逻箱让队员巡迁更加方便 要设立的时候 我有去参观一下我们附近的友队 觉得这个电子巡逻箱很好用 很节省时间 然后又很方便 然后又有效率 又可以很有效率的 把所有我们巡逻的点 像我们总共有43个点 这43个点全部能够很有效率的 把它巡逻签完 然后回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看到有没有漏签的 我们就直接设这个了 所以我们感觉是很好啦 我们的旅长头脑动得很好 它只要给我们很方便 我们的时间可以再多利用去巡逻的时间 旁边都可以多看一看一下 有什么状况这样啦 坐上摩托车准备要展开例行性巡逻 来到社区内住宅大楼的侧门 阴暗没人的角落更是需要加强巡逻 又比以往的电子化巡逻 不但可以准确记录巡逻时间 避免漏签 遇到下雨或是视线不加时 不用再手忙脚乱 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加强巡逻附近地区 牵纸的那个之前下雨天的话 你打开了会淋到雨 又要拿雨伞 又要拿笔来牵 有的人后面还增加一个拿手电筒 我们都是晚上嘛 这样子 而且用电子的话 它就比较方便了 对 有多余的时间 我们可以左右望一下 看有没有可以的 巡逻棒那个感应棒里面有那个照明 照明嘛 顺便先巡逻一下 看周围的环境 然后再感应 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比较 属于比较安全的 李章表示 透过自筹款和募款的方式 顺利取得经费 购买整套电子巡逻箱 加上感应棒的设备 而传统纸本巡选 容易遭到有心人士 掌握巡逻的密度以及频率 加上设置巡逻地点一般较阴暗 感应棒同时具有手电筒的功能 也让队员在巡逻时更加的安全 接下来重转 看中藏报导